Hello 各位早上來到9月15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今天的ET開市直擊 我是Irie和阿姨 今早還有中微證券研究報酬和董事王偉豪Ravi 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上Ravi 很久沒見 剛才說難得星期五終於有開市 昨晚美國公佈了PPI 雖然超出預期 不過銀行在港股收市之後宣佈降準 防水沖起 美股星期四顯著做好 恆指夜期都升至105點 待會Ravi也會分析一下外圍的經濟數據有什麼啟示 以致當然人行降準 對於大市有沒有幫助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疑難的話 都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美國最新的PPI數據 雖然是高於預期 不過市場仍是衝憬聯儲局 今個月暫停加息 美股星期四向好 而軟銀旗下 英國芯片設計公司ARM 在美國首日掛牌 收報63.59美元 比起發行價高了2.4 ARM順利上市 主要成銷商高盛升近3% 帶動導指 加上衝憬美股IPO市場轉趨活躍 大動了投資氣氛 導指高開之後曾經升402點 州市升331點 報34907點 標指升37點 報4505點 納指升112點 報13926點 歐洲股市全線上升 三大指數升大約1-2% 而歐洲央行意外加息0.25 但未有影響美元匯價 因為市場預期歐洲的食口會見頂 而在就業和物價的數據向好之下 美匯指數也走強 升穿105關 美國十年期國債息率 也繼續是今個星期的低位反彈 看看個別的焦點美股藍 蘋果連跌兩天後 回韵反彈0.9% Tesla升超過1% Meta升超過2% Netflix歷史跌近3% 看看焦點的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騰訊ADR只算佈319.997 比本港州市價微升0.1% 阿里巴巴和美團升0.3% 網易升0.4% 百度比港股偏遠 歐洲央行都移出乎意料加息 衝憬於受惠英倫銀行 是否有機會再加息呢 匯豐控股ADR升至61.65 比本港州市價高超過8% 港江索 patri наверное大約 上台 choking Lefte 然後問今早上市場表現 倒資期貨都能繼續向好 35302.7% 升 primeiro nadie 至於今 亞太区股市普遍ส迫明 方向上 日本城市上升k arenas fic으로 ahead 90% 新西蘭市升幅相對小一點,星期九點 接著我們看看恆子克棋的表現 也遇到可能港股今早早也有機會過海 因為克棋正在升過百點 我們先和Rafi聊聊外一些新的資料 因為數據都一直錄製公佈 星期三美國公佈了CPI用像數據 明顯受到油價影響 星期四最新公佈的PPI都是超預期的 8月份PPI按年升1.6% 按月升幅加速到百分之0.7% 是超過一年來最高 能源價格上升都刺激到汽油和運輸成本 其實都看到油價的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通脹問題都會繼續受困 8月零售銷售按月升百分之0.6% 同樣超預期亦都受到油價影響 但當然市房好像暫時不受影響 因為大家普遍預期下個星期 連駐局的意識應該未必會加息 現在利率期貨數據 交易商預料說 連駐局下個星期 維持利率不變的概率是9.7% 市場現在怎樣看呢 就好像你說巴奇的預測 都可以看到現在初步估計 可能11月都有機會加息 巴奇就修訂了對聯駐局加息的預測 原本是9月 現在就調整了11月加息 如果你說看其他央行的行動 好像歐央行 其實昨晚突然加了息 但大家反而看是否會 其實息後見頂 今次加起來之後 我們怎樣去判斷這些 央行現在面對著油價 其實上升的確的通脹的壓力 可能也還有一個風險在 有沒有兩難局面呢 我想你說這兩天 當然美國那邊的通脹數據 如你所說 其實就受著油價影響 因為過去這個月 其實油價都升得比較多 但是始終這件事情 我想由媒主說 令大家非常擔心著 因為始終一方面通脹數據 特別美國也有核心通脹 扣除了一些能源價格的因素 所以反而看那個 大家覺得是更實在 在反映本土通脹的情況如何 這是其中一個留意的因素 二來油價 我想始終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其實我相信到下一次 可能一些油祖國 譬如沙特那些等等 再去談一些會議的時間 就未必會有再延長減產的因素 因為始終之前繼續保持減產的情況 最主要是因為油價跌得比較低 可能70多元 柳油那些位置 變相當時有這個需要 可能扣高一點的油價 但如果現在都回到 大家看圖都看到 柳油有90元 即是都回到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可能他們對於減產的情況 對方來說 就未必是這麼大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旦 當他們宣布 可能不延長減產 或者規模減少 可能油價就回到少 現象對於通脹的 但也會下跌 所以我想這兩天的數據 說真的 未至於大家對於通脹下跌 或者是繼續加息 那些因素是很劇烈的 因為如你所說 如果看Fetchwatch 即利率期貨那邊 當然 當然啦 下星期就一定不加的 就是九成多 如果現在加才嚇壞大家 反而就 的確 看一看11月那次 究竟是不是再加了 那其實說真的 就算這幾天出賣的通脹數據 是這樣的也好 其實就不算升溫得太重要 你看到11月加 都是大概三成多 跟一個星期前差不多 但是反而我想 原來有一點就是 可能真的加多一次 或者不加 但其實這個大家也接受了 多一次 但問題就是 停在高位多久 我想這段時間大家經常聽 英文就是Higher for longer 這個英文 就是意味著怎樣 可能假設11月加起來 或者不加到 但不等於它之後 很快就減了一段 可能是 停在這個比較高的位置 一段更加長的時間 其實這件事來講 反而對時 會有一點點引誘 因為你停在太久的話 其實對於可能 本身大家有機會炒過 夏天可能上半年已經減息 其實會痛一下 因為現在你看Fetchwatch 是五月份開始減 但是會搞就搞定 可能7月8月或下半年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又會令到很多的 譬如說股市 債市等等 我覺得都類似一個 要重新定價的情況 所以這個其實 都要繼續留意著 所以你說 雖然美股昨晚很強 或者其實這一轉都 慢慢爬上來 但是是不是真的非常樂觀呢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點 要留意地方 二來我想始終都是經濟面 雖然你說近期的數據 全部都意味著 美國經濟好像還可以 連結論都開口說 是軟著綠 沒問題了 但是其實真的不能夠排除 突然間 那些數據又危險一點的時間 會不會又有些 可能突然間碎退的憂慮呢 其實這個 我覺得還是要繼續觀察著 所以對於這個美股 說真的 股值一直都說 大家都知道不是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 你說在現時水平來算 可能短期會有機會再上高一點 因為從走勢來說 暫時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 負一個大的趨勢 是不是向上 或者可能中長期後市 是不是繼續有一個很高的上升空間呢 這一點可能就會有些少少保留 如果說昨晚 應該是大家都有一個焦點 IPO是全球 今年來全球最大型 IPO 是正確的 所以上市表現都不錯 大家就看 有沒有能夠衝勁一下 投資氣氛 又炒上來 你自己看的幫助大不大 其實反而是 上之前都幫助了 因為始終要 因為我們說 這隻是今年最大IPO 雖然它得到那個規模 但是還是很大 原來如果要這麼大 一個巨毛幫你上市 你的氣氛一定不能太過差 因為差根本就上不了 或者擔心表現不好 所以如果你說 炒炒這些氣氛來計 其實真的可能是 適合上市之前 可能對上星期 或者這幾個星期 已經在醞釀中 所以其實你看到美國 為什麼呢 其實另一個因素也同意 就是慢慢爬上來 因為其實前幾個星期 也還說 就是說 例如你的債式好像很混亂 再上去再下 又斜下了 理論上對於股市是一般 但是 也能夠慢慢爬上來 其實 從你說陰謀兩後 怎樣也好 有人覺得 會不會是想拿高少數 一些更漂亮 去令那隻 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如果从这个说法来解的话 现在已经上了市了 所以有没有需要托得太漂亮呢 这个真的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又不是说今晚就跌的 但我觉得也要留意一下风险的情况 不明白 看看资金会不会够追逐 转体一下港股上的表现 就问一下Ravi 如何看人行港区对港股 帮助大不大呢 因为最近港股大家都好像 终于有少少反弹 对美股反而对美股就升得好像更多 港股就连跌了几天后 终于有少少反弹了 昨天公开92点之后 最多升164点 之后一直都转跌 最终行指销市升38点 马修保18,047点 成价格816亿 麦科指升0.4% 保4059点 石油股做好 中石油升近6% 中海油升5% 内房股受额的恒大跌了1.2% 碧桂圆跌超过4% 碧桂圆服务跌近6% 看北水盘路 港股成交也是偏胆 但北水流入的情况还未减 全一征流入26亿1千万 各个股方面 资金主力都是吸高息的防守股 中海油吸支3亿8千万 信达生物和中移动分别 吸支2亿8千万和2亿1千万 淨流出方面 物腾讯和东方因選分别 走资1亿7千万和8千万 我和Ravi进一步谈谈人行行动 宣布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25% 市场现在预计会释放到 5千亿人民币的流动性 大家都看到 因为9月中开始 市场面临危资金紧张的情况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时机 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行动的帮助有多大 进一步 对港股来说 又可否突破到近日的门局 我想少少的正面帮助也有 如果也没有的话 很可怜 所以你说少少反弹 我想有这个条件 例如你看到这一刻 旗子在对紧 八几点 当然未确实 但正在对紧 所以应该有少少的正面反应 因为毕竟 像你所说 有少少的意外 属于惊喜那边 因为本来没有预计 个会降噪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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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